刘诗诗怀孕后,吴奇隆前期晒出一张照片,网友纷纷为她点赞。 刘诗诗是一位非常甜美的女星,出道这些年带来的角色都相当的出色,虽然谈不上美若天仙,但却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也难怪会那么多网友喜欢刘诗诗。 都说嫁给爱情的女人才是最幸福的,没有在意舆论的压力,刘诗诗最后还是决定嫁给了比自己大出许多的吴奇隆,或许对于他来说,吴奇隆就是自己的归属,跟着他就是能有一辈子的幸福。 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结婚以来刘诗诗和吴奇隆过着非常甜蜜的两人世界,而近日也终究是迎来了喜事,刘诗诗怀孕了,吴奇隆终于升级当上爸爸了,对于这个孩子的期待可想而知了。 不过,刘诗诗成功怀孕了,也让很多的网友想起了吴奇隆的前妻。 马亚书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曾经可是民国大戏的香波波,很多的女主角都是由她来出演的,可以说事业上有着一定的成就,但是和吴奇隆生活的那些年,却没能有个一夜而伴侣,这或许也是一种遗憾吧。 而这次刘诗诗怀孕,却有很多的网友在马亚书的社交平台上纷纷告知她说刘诗诗怀孕了的消息。 而马亚书无奈终于更新了微博,晒出了一张图,很是特别,里面有水果还有花朵,还配闻到剩下半条虫子的营养。 工作辛苦的时候就要抓住机会补一补,随后,马亚书的现任老公就来点赞了。 而对于马亚书的这个秀恩爱,也是引来了网友纷纷点赞,其实马亚书对于自己当下的生活非常的满意。 马亚书离开了吴奇隆之后,又有了一段新的婚姻,这次嫁的是一个国外的男子,不过很快的两个人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如今一家人非常的圆满。 相信刘诗诗怀孕对于马亚书来说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各自安好吧。 你们一晚都有成为了生日,这次嫁的穷备 Joshua。 说得 这个刘诗语护